Present 下载与安装 我们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PFSense 我们按一下下载 选择2.6版 64位元 然后我们选择 ISO的印象档 这个地方会有 这个下载点 可以选择 我们下载好PFSense之后解压缩 会有一个ISO档 接下来我们利用VitualBox来做一个模拟 新增一台虚拟机 类型选择 VSD 64位元 名称 你可以自己订 记忆体 我们用1024M OK 硬碟我们选择4G就可以了 按下设定 存放装置 新增一个光碟机 我们把刚刚的 ISO档加进来 ISO档加进来 网络 启用网络卡1 桥接 界面卡2我们也把它启动 也就是我们有用两张的网络卡 进阶 进阶 第二张网络卡 我们改变一个型号 启动 启动 找不到启动 磁碟 选择刚刚的ISO档 3 3 5 6 5 6 按接受 安装PFSense 內建鍵盤 這邊有GFS BIOS UEFI三種分割模式 我們今天示範的是BIOS 安裝好了PFSense 要不要手動的修改我們按No 重新開機 好這個時候我們關掉虛擬機 按一下設定 把存放裝置裡面 光碟我們把它移除 你不移除等一下會 繼續進行安裝的動作 所以我們把光碟機移除 我們的硬碟已經安裝好PFSense 所以我們可以把光碟做移除 啟動 全都可以把光碟掉 所以我們可以讓光碟 我們要不再凡是 我可以把光碟塗進去 的定義 我們要不再修改 设定内部网卡 设定外部网卡 外部网卡的设定动作会慢一点 完成外部网卡 出现这个画面就是你已经安装完成PFSense的虚拟机 谢谢收看